以中国工业和信息画部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朱鸿认为团长的访问团一行五人 近日抵达洛杉矶 并于7月24日星期四在洛杉矶Boring Park 与美中工商协会联合举办 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代表团座谈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商务领事张冠斌 美中工商协会会长陆成 秘书长常敬 理事张国 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前会长刘玉发等 与各企业代表及专家数十人 参加了当天的座谈会 今天是美中工商协会 我们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中国这个叫做工业和新计划部的代表团 在一起举行一个座谈会 那么这个座谈会呢 主要是探讨这个中小企业国际化这个题目 所以今天这个来的是几位五位代表团的五位成员呢 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的 包括他们这个部的总工程师 还有呢 一个中小企业司的司长 还有几位秘书长等等的 那么我们呢 就是有一个深度的交流 主要是我们在 比如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系统 以及大数据 以及这个现在这个电子商务这一块 我们先有一个深度的交流 然后呢 在围绕这个企业 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方面 我们有一些意见 反归给国内学 看看他们跟我们之间 有什么样子一种互相能够帮助 能够深度交流的地方 所以 大概的题目呢 是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同时呢 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呢 我们美中学会主办之外 还有北京大学南加州 北京大学校友会 也一起参与了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今天呢 应该有差不多四十几位吧 各方面的专家 以及有兴趣的朋友 一起来进行深度的这个座谈会 我们是中国工业核信息化部的 中小企业的代表团 到洛杉矶来 我们此次来呢 是在华盛顿参加中美第二次 中小企业的战略对话 这样一个对话的目的呢 就是进一步的落实中美战略经济会谈的 确定的成果 推动中国和美国中小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我们觉得中国的中小企业和美国的中小企业 有很多的发展空间 同时呢 存在着许多发展的机会 由于隔着浩瀚的太平洋 这样一个合作 目前呢 还有很多这个没有尽人意的地方 实际上这个方面的潜力很大 而且呢 可以做很多的事 在这个方面 我们知道美中工商协会 团结了一大批华人的企业家 在这个方面呢 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往来 同时为中国中美两国中小企业的往来 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这次来 也是看望各位企业家 同时呢 通过这些企业家 希望他们能够在美国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也带来祖国人民的问候 希望他们能够在中美两国之间 作为纽带和桥梁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